第八十三集 仙界天宫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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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带焦急的声音传入耳里 乌幻缓缓回神 见灵芝忐忑万千的站在她身旁 才恍然回神 将手中两头的壁立露递给了灵芝 吻下心神淡淡道 重新换一碗来 替公主喂一下 灵芝应了一声 端着碗恭敬的退下 迪眉顺目 一如她当初 乌幻常常吐了口气 有些诧异 自己竟然会突然想起 当初在上古界中的日子 那些忐忑万千步步为营的岁月 她垂眼朝床榻上的景昭看去 神情浅浅凝住 就算是为了景昭 她也不能回头 是上古对不起她 她没有错 只有把天气和白诀 都卷入了仙妖之争 才能真正影响到上古 无论她帮哪一方 三界局势定会生变 她迟早会有机会 就如当年一般 只是 要让所有的仙将仙军听令 必须要有目光的支持 乌幻脸眉 似是下定了决心 消失在玉宇殿 朝玄天宫而去 苍穹殿下的荒漠中 天启对着那数十座 助力的石像 神情晦暗 两久后才转身与离去 却愣在当下 白诀一身雪白长袍 站在她不远处 脸色微变 同色幽深 我还以为你已经不记得 他们葬身在这里了 你觉醒三千年 甘愿藏在妖界紫月山 也未曾踏入此处一步 这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白诀 你在上古面前说了什么 我看她对过去 好像有些生疑 天启皱眉将此事接过 一双狭长的凤眼微宁 你怕什么 就算上古恢复了后执的记忆 恨得也只有我 你难道是担心 她想起你当初部下蔑氏血震 累得月迷他们惨死在下界之事 天启 你当初一意孤行 难道如今才来后悔不成 你到底想如何 见白诀 省稀淡淡 天气挑眉的 白诀 百年前你明明知道后执就是上古 为何还要灭了百玄的身躯 逼古君自毁神脉 以上古的性格 若是知道此事 即便是千万载交情 他也不会原谅你 无所谓 天启 你什么时候活得这么唯唯诺诺了 不原谅就不原谅 难道我白诀 要永远在上古之下 养他鼻息而活 白诀眼中 犯着透彻的清冷 天气 定定的看他半赏 朝苍穹之镜而去 再经过白诀身边的一刹那 停下了脚步 勾起的波唇 有些嘲讽 白诀 你这副样子 骗得了无患和目光 骗不了我 我知道 他转头 闷色悠远 当初上古在记台 以身训事后 你是真的想杀了我 你和智阳只是把我封印在下街六万年 实在是太便宜我了 不是吗 白诀背在身后的手 缓缓握紧 眉眼沉下 当初我被封印后 到底发生了何事 这羊又去了哪里 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米 你就不怕上古 开启上古记的那一刻 所有的一切 都会真相大白 白诀猛地抬头 朝天启看去 漆黑的铜色 极快地 划过了一抹血红之色 天启不要多事 当初我能封印你一次 现在一样可以 你虽是先立助体 但我们二人同为真神 当初若非智阳帮你 你以为你能奈何得了我 天启吃笑一声 神情不屑 若不是智阳 当初我绝不会留你性命 天启 你因一己之私 差点毁了整个三界 难道到如今 就一点都不后悔 毁了三界又如何 我坐下之事 从不会后悔 白诀 你如今不是同样 要介入仙妖之争 致使下界生灵涂炭 你有何资格说我 下界生灵 对我而言不过蝼蚁 当初如此 如今依旧 天启 眉宇邪律 冷声道 消失在荒漠中 白诀 脸色微白 凝望空中 神情难辨 深夜 上古将阿琪哄入睡 才起身朝白诀的房间而去 途经庭院 间内里火光照耀 甚是热闹 便移了脚步上前一看 庭院中 两堆篝火被点得正望 一根粗壮横幕架在两端 一只缩小版火龙 四爪缠绕 被倒掉在篝火上 斗大的眼里惊恐万分 满殿的示威婢女 静静站立 望着庭院角落处 成晃成空 上古走近 才看见天启 斜躺在了角落 玉石榻上 双眼微闭 三伙 装模作样的 朝着他讨饶 天启神君 逍遥再也不敢了 您大人大量 三伙哼哼唧唧的 说着软话 见上古现身 爪子动了动 欢喜道 上古神君 你可以得替三伙做主 这一个月 咱可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可没有半点怠慢 他怎么知道 当初一身衣袍 竟会惹得天启真神震怒 今日 这老脸算是丢定了 这场景啊 着实好笑 上古眯着眼 忍了半天 才让自己端庄得体一些 是尽心尽力 不过 就是太周到了 所以扶了扶手 转身离开 三伙一身神力 区区火焰 哪能伤得了他半分 准是见天启心中有气 这只聪明的火龙 故意讨饶罢了 上古说得不错 三伙 我还没见过 胆子这么大的半身 敢插手我们之事 明日清早你再下来吧 天启许是玩累了 懒洋洋道 起身朝后殿而去 三伙一喜 心想 眼一闭 一晚就过去了 看来天启真神的性子 也没有传说中的恶劣 哪知 这想法还未落地 一道紫光 自天启的手中浮来 落在了火焰上 火焰瞬间化为了深紫色 三伙皮上顿时冒出了 丝丝的声响 烤焦的香味在庭院蔓延 真神之火 三伙心里一寒 芒将全身的神力 凝聚在了周身 但仍能感觉到一阵炙热 侵入体内 打头一抬 见天启已经走得老远 身影闲散 三伙眼泪汪汪 咬牙切齿 按骂一句 可老子的 天启真神这口中乏味 想吃生烤龙肉了不成 后池在苍穹之境 住了一个月 这还是头一次 到白绝的房间来 房内无人 让势必退下 尚古走近 随意坐在桌边 依他的性子 厚了一盏茶的时间 已经是极限 失了耐心后 随干脆绕到了内室 翻看起了白绝收藏的古书来 抬眼 见一方抹盒 被放置在了暗架上 一时好奇 打开来看 深情缓缓凝住 黑色的石裂 泛着柔和的色泽 沉默而安宁地 紧握在抹盒中 绝望的悲凉感 直入心间 深沉浓烈 闭色的人影 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让他握着墨盒的手抖了抖 脸色翻白 跟以前几次一样 这是完全不属于他的情绪 尚古掀开了婉袖 道痕交错的手腕上 墨色的石裂印入眼底 有骨子浸到了骨头里的炙热感 当初他醒来之时 曾问过天启 这条石裂的来历 他说乃是古君上神 送给后池之物 可是白爵怎么也会有 后池 清暮 紧张 尚古沉下眼 合上了抹盒 眉角微凝 一百年前 后池沉睡之前的事 他是时候弄清楚了 尚古走出房间 一旁后着的仙鹅 盲盈了上来 白爵在何处 声音清冷威严 尚古眼底 懒散尽尸 一派速容 被询问的仙鹅已争 急忙回导 啊 啊 神君去了偏殿羽化 持沐浴 尚未归来 尚古眉宇未动 转身朝偏殿而去 手中握着的石脸 灼热难耐 远远望去 他一身悬袍 格外临练 与此同时 清晰的脚步声 在安静的玄天殿响起 端坐在王座上的身影 缓缓抬手 望着缓步而入的天后 神情复杂晦暗 目光 仙妖即将大战 你躲在这玄天殿中 做什么 目光神情颓废 和半月前简直大相惊庭 吴焕有半月未见他 不眠有些惊讶 玄天殿中 半上无语 目光静静地看着 大殿中的吴焕 轻声一叹 他以为 吴焕一直是数万年前 性子骄纵 忠心护主的女神君 却不想 这些年来 他竟是从来未曾瞧清 枕辨人究竟生了一副怎样的心肠 他静静抬眼 声音极清极清 如重骨般 吴焕笑在了心肠 吴焕 当年混沌之节来临 上古真神陨落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只问你这一次 若你说真话 无论真相多不堪 我都不怪你 天帝 自王座上站起 朝吴焕走来 一步一步 放肆 用尽了权力 一代王者 竟有 驰木之感 掩盖数万年的秘密 被突然揭开 而那人 竟然是他如今最大的依靠 看着目光冷淡 失望的眼神 无缓遍体声寒 恍惚之间 似是回到了六万多年前的 摘星台上的那一刻 贪执清小间 那个人就能主宰他的命运 让他所有的努力 毁于一代 六万年了 他以为他已经逃出来了 最后才发现 幻象皆灭 不过是他 自欺欺人而已